约拿书 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未带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若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 他就吸了船家,想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在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 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洗船轻舌 若拿以下到底仓,躺我沉睡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那,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罢,我们祭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祭迁,祭出若拿来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罕地之天上的上帝 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 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竭力当掌,要把船笼按,却是不能 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便求高耶和华说,耶和华啊 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 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子行事 他们谁将若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带带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鸟 若拿他在余福中三日三夜 若拿书 第二章 若拿在余福中讨告耶和华他的上帝 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苦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带水环绕我,你的波浪红桃都慢过我身 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朱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前妖我的头 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够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发分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知神的人,你欺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怨,我必尝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于,宇就把约拿套在罕地上 约拿书 第三章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未带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若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未去 这尼尼未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 若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未必倾福了 尼尼未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少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未皇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伏披上麻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偏告尼尼未通城说,皇和大臣有令 人不可尝甚摩,生畜,牛羊不可压草,也不可渴水 人与生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 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上帝专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上帝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约拿书 第四章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 在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 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被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哪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的任下要看看哪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碑马,使其发生高过约拿 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若拿因这颗碑马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碑马以致枯稿 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 日头曝晒若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 说我死了被活着还好 上帝对若拿说,你因这颗碑马发怒合乎你吗? 他说我发怒以致于死都合乎你 耶和华说,这碑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生畜,我岂能不爱惜呢?